第二步 找一个动机 问一下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做安利 各位我们所有做安利的人 开始都是奸差的 我们所有做安利的人 不是因为没饭吃 必须要靠安利的奖金 才做安利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一个生活跟这一个收入 我们做安利是一种选择 各位你同意我的看法 没有 你做安利是你的选择 没有人强迫你做安利 没有任何一个人强迫 任何一个安利直销商做安利 所有的直销商之所以加入安利 完全是一种选择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勉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来开会 你要不要学习 你要不要去销售 你要不要去推荐 没有人可以逼你 只有你自己才能够要求你自己 对吗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老板 各位你是老板 谁可以勉强你呢 谁可以吩咐你 说你一定要来开会呢 你的推荐人不能够 你的DD不能够 你的钻石也不能够 安利公司的职员 安利公司的经理 安利公司的总经理 都不能够勉强你 命令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难就是难在这里 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很累了 你有动机吗 你有这一个 这所谓的经历 去做吗 各位 当你找到动机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的 对吗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动机 当然每个人做安利的理由 都不大一样 有些人是为了 喜欢安利这个事业 有些人是为了 安利的这个产品 有些人是为了赚钱 不 我告诉你 很多人之所以要做安利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我看到有很多 楼上的楼下的 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 他们之所以加入安利 是因为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创业 我们很多人都很兴奋 能够拥有自己的事业 就好像我一样 我就不大喜欢跟人家工作 我不喜欢被人家安排说 九点上班 这个五点才能够下班 我喜欢当家做主 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各位 今天假设你能够理解到 这是你自己的事业 你的选择 你自己设定你的目标 你自己安排你的这一个工作 安排你的进度 自由自在 你喜欢当家做主 完完全全的掌控你的24个小时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动机 你觉得吗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自己当老板 有些人可能有不同的理由 比如说像我的上线Dr. Jerry 他之所以加入安利事业 他的动机 事实上当他决定要做安利的时候 他的动机非常的清楚 他是为了保障 他有危机意识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他是个牙科医师 他告诉我说 假如有一天他不能够替病人 看病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这一个 所谓的赚钱的这个能力 他的家人 他的太太 他的孩子 可能生活会受到一些影响 就为了他的孩子 为了他的另外一半 为了家人的保障 所以他选择了安利这个事情 所以他有一个动机 否则很多人就会奇怪 以他这么高的社会地位 这么好的收入 为什么还要来做安利这个事业呢 所以各位伙伴 各位新人 还有你们所要推荐的每一位新人 我觉得你要引导他 你要帮助他 让他能够找到一个动机 相信我 假设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动机的话 你一定会很努力去进行安利这个事业 你就不会等你的上线打电话给你 而你们所推荐的新人 你也不用每一天去打电话 告诉他 你要来开会啊 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啊 我告诉你 所有的新人 如果他有动机的话 他会自动自发的来开会 他会自动自发的去做销售跟推荐的工作 就好像我一样 我跟你讲 我的推荐人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的 是我自己主动的打电话给我的推荐人说 亲爱的上线啊 哪里有会议我可以去学习的 有这么好的下线啊 为什么 因为我有动机啊 你明白吗 我找到动机啊 我有理由啊 所以我想去学啊 我想发展这个事业啊 我有目标 我有梦想啊 所以各位伙伴 各位新人 非常重要的 为你自己找到一个动机吧 当你有个强烈的动机的时候 你真的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人来 这一个催你啊 或者是这个提醒你啊 哪一个地方有会议啊 你会自己想办法 我的动机很简单 我刚开始加入案例的时候 我只是为了赚钱 为什么 因为我没钱 而且我很想买车子 年轻人嘛 对不对 我看到我的一些同事 同学 他们有车 我很羡慕 内心就那股冲动 我也想买一部车子 我没钱怎么办 想办法赚钱嘛 所以当我看到 案例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增加收入 很有可能 我能够实现我这个梦想 买一部车子 所以我很努力啊 当然当我有动机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等我的上线啊 我就开始销售 开始推荐 很快的八个月之后 我就做到利利 然后我就买了 我生平第一部车子 继续的努力 很快的 27个月我就做到钻石 然后我又买了另外一部车子 然后呢 开始过非常自由的 这一个退休的生活 可能你们不知道 我不到30岁的时候 我就退休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是钻石级了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阶段 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很努力 很打拼 然后不到30岁 所以我做到钻石之后 我就开始退休了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生活相当不错的 真的 30年前 一个单身的30岁不到 有钻石的收入 而且生活 很多人都会羡慕的 因为我每一年有两次的海外旅游 而且还可以做商务仓 而且我的生意很稳 我不用烦恼 我不用担心说下个月没有收入 不会的 我的六个市场 六个滴滴 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 可以这样讲说 有很固定的这种收入 当然不是说非常富有 不过相当的舒服 对吗 所以当我 以那个年龄 我说够了 我开始享受我的生活了 所以我到处去旅行 然后几乎半年的时间 我没有推荐新人 我没有建立新的顾客 我当然很喜欢安丽这个事业 安丽不会因为我没有去找新的顾客 或者推荐新的人 然后要我写报告 没有 他从来都没有管我的 反正他每一个月 业绩奖金 民族奖金 然后年底的翡翠奖金 一定会寄到我的户口里面来 所以我觉得 已经很够了的 那后来我为什么又回过头来做安丽呢 这是我的第二个阶段 动机很重要 各位你知道吗 你们很多人 我始终觉得 缺乏那种干劲 不够积极 为什么 就是动机不够 像我你看 我的第二个阶段 我做到钻石之后 我受到刺激 我重新回过头来做安丽 因为我记得 我去参加安丽公司的 那个西太平洋期的 钻石研讨会 然后呢 我在会上就这个分享说 我现在是钻石 然后我很高兴我退休了 然后我讲完之后 就另外一个钻石上来讲 然后另外一个钻石 开始讲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像马亦 游艇等等 我听完之后非常震撼 为什么 因为那个讲梦想的人 是一个72岁的新的钻石 哇 30岁不到的 年轻人要退休 72岁的人还谈梦想 你说刺激不刺激 哇 非常的刺激 所以我又 我又告诉我自己 我说太早退休了吧 所以我说好 我要这个继续的 努力做安利 可是当我第二次 重新再触发的时候 我就不够积极了 为什么 因为生活 相当不错 每个有好几次的奖金 对吗 然后我车子也有 然后每年又两次的 海外旅游 所以 各位前排的很多 你们这些钻石看着我 很有可能 你们也是太舒服了的 国外不得那么久 还没有换聘 是吗 找一个动机吧 我找动机啊 对吗 各位 我没有办法帮你找动机 你自己要帮你自己 找一个动机 为了什么 为了你的孩子 为了你另外一半 为了你的未来 我不知道 反正你要找一个动机 相信我 当你找到动机的时候 你就会有力量 你就会很积极 你就不会说 很累了 辛苦了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就好像我第二个阶段 我从头回过头来做阿力的时候 我觉得我分析之后 我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我的生活是不错了 可是可以不可以更好 就好像你们当中 很多人生活不错了 的问题是 可以不可以更好 当然可以嘛 对吗 就像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车子不错 可是我可以换更好的车子 房子不错 我可以不可以换更好的房子 对吗 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继续的再努力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做得更好 过更好的生活 还有我的领导人Dr.Jerry 每次出国旅行回来之后 就拍很多的幻灯片 然后就告诉我说 他们做头等舱 头等舱多舒服 多舒服 招待多好 我听完之后 也很兴奋 也很羡慕 商务舱是不错了 不过不能够平躺 头等舱是这个不一样的 所以每次听他 演讲完之后 我内心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下定决心 所以我第二次回来 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的 这一个怎么讲 懒惰 可是当我找到动机的时候 我又开始全力的投入 我的速度又开始 非常快速了 所以很快的 我就上行政钻石 上双钻石 然后又跑到台湾来 发展我的第二个视野 我的速度真的 相当相当的快速 一直最后做到这一个皇冠大使 然后现在是三个市场的皇冠大使 你们可能会问我 已经是三个市场的皇冠大使了 为什么你还要做安利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 跟以前一样的兴奋 对吗 我还是很努力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我比以前更努力 真的 安利 真的是一个 讲不完的故事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这么努力 可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做 这是我的第三个阶段 那我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 我会在找 我生活很好 我房子也不错 我车子也不错 我现在每年旅游 都是坐头等舱的 一年最少十次的海外旅游 我可以选 要去埃及 还是要去巴黎 还是要去瑞士 还是要去洛杉矶 还是要去纽约 我告诉你 我每年有十次的海外旅游 都是坐头等舱的 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挑 要不要全部去 还是挑几个去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真的是 相当的羡慕我的生活方式 我很自由 很多人做安利是为了自由 对吗 非凡的自由 我可以告诉我真的是 享受非凡的自由 二十几年我没有名片 我也没有用手机 你说自由不自由 真的是很自由了 可是我现在 又回过头来了 积极的投入安利这个事业 为什么 因为我又找到动机 我是为了一个理想 从事安利这个事业 我告诉你 因为做安利 透过这个事业 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成功 我可以追求 前方位的成功的人生 我觉得这一点就值得 我继续的努力 从事安利这个事业 我一直认为说 成功不是终点 成功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很喜欢 大文豪拓斯泰 所讲的一句话 人生要不断的追求 所以各位伙伴 各位领导人 四座去帮你找一个动机 找到动机之后 你就绝对会有动力 有了动机之后 有了动机之后 你就可以进入第三步 我们下期再见